今天国民党举行中常委的改选投票 那么经过了1685位党代表投票之后 从45位候选人当中选出了32个人 投票前夕被点名的26位换票联盟 虽然没有全部上版 但是呢根据党内的透露 换票联盟也拿下了超过一半的中常委的席次 而这一回选举结果 立法院商界跟地方政治人物 不同系统的势力分布相当平均 只不过当选的人几乎都是老面孔 41票 45票 国民党中常委选举结果傍晚出炉 45席抢32席先前传出26换票联盟 在党中央305声下看似销声令机 但有党代表透露联盟没有解散 只是转趋低调 我觉得党中央305声不准换票 使得换票的形容转为地下 而且又引发了第二波的问题 就是很多人开始发黑函 凝化为暗 黑函啊 买票啊 绑装啊 请客啊 送礼啊 还是有 只是呢 大家的技术更高干 党中央永远抓不到 被点名是换票联盟的黄昭顺 杨崇英 吕学章和廖国栋的立委 通通顺利当选 黄昭顺更以1100票拔得头抽 不过32席中立院系统商人和地方政治人物 各占8席 势力相当平均 有60组人马 那60组人马各县市都有 所以他这个选举的张力就比较大 那这一次呢 如果说有外面所说的26 其实他的那个张力不足 因为26只有520票呢 还不达到选举那个当选的一个能力 国民党的党职人员陆续底定 预计9月底召开全代会 为明年721选举暖身 但这次选出的中常委都市老面孔 要如何带给选民耳目一新 将是未来考验 有段TV料理 胜利黄轩 台北报道